浪漫雪白的山頭 彷彿好像去了冰天雪地的美景一樣 在這裏和情人談天雪地真是最好不過 妻美而優雅的燈塔 迫南壯觀的大海 茫茫一片白頭浪 我想大概可以用感動兩個字來形容這裏 這個地方就是東隆島 今天請你和我們一齊探索東隆島 如果你都喜歡到處遊玩 請你都訂閱讚好留言這個頻道 我是阿朗 我們今天身處於西方河地鐵站 要去的地方就是東隆島 去東隆島街道買頭的方法 就由西灣河A出口一出轉右 大約走5分鐘就會見到嘉亨灣 很快就會見到這塊大大塊的Banner 什麼叫開心到彈氣呢 我想就是這樣 街道買頭也有船期 所以你們記住看 五十五元的來回船票 建議大家早點去排隊 因為如果你排隊後 其實是有機會不能登船的 好漂亮 好熱啊 搭船的付款方法是可以用八達通 或者現金都可以 而想到船都會派到回程的船票 吹海風 欣賞美景 全程都不會覺得好意 坐船頭的感覺真的很Chill 感覺就好像去了學校旅行 一班朋友一起玩的感覺 還要玩搭手 通常玩搭手 一搭下去就齊齊縮手 最後都是搭空氣的 大家好 泡了四十分鐘船了 我們就來到東龍島 心情非常興奮 因為一落船已經見到 那邊已經有個海蝕洞 超驚喜 好期待今次的旅程 我們Let's go 提一提大家 風龍島其實有兩個碼頭 可以上落客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的地 那你才知道自己在哪裡下船 否則就會走了很多冤枉路 第一眼就看了塔燈王 習慣了由左至右看字 由碼頭走過去打卡熱點 燈塔其實很近 大約20分鐘左右就會到達 大約20分鐘左右 大約20分鐘左右 大約20分鐘 東龍島是一個露營熱點 我記得上次來東龍島的時候 這裡是人頭湧湧的 周圍都是露營的 還有很多人 DIY的燒烤爐在BBQ 人人都說 燈塔是必去的景點 如果下燈塔打卡 就小心上落 冷到其實不是很高的 只要小心 不要急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女生一定要喜歡這個地方 藍天白雲配上浪漫的燈塔 動聽的海浪聲 真是令人很陶醉 我們現在就身處在東龍島 這個就是燈塔 這個是港童和港女的打卡熱點 我媽媽在這裡拍攝了很久 熱死我 來看 這陣子 我們把它的解釋 装給誰 還是 我們下延装 我們下延装 我們下延製 去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東隆島炮台 在燈塔走回碼頭方向,穿個假日士多 就會見到路牌指洩怎樣去炮台 走去炮台這段路都沒什麼樹蔭,所以真的要做足防曬 本來其實我都不怕曬,但每星期持續曬都沒有不怕 其實沿路都會見到一些指洩的路牌 其實由燈塔走到過來只需要大約20分鐘左右 我們到達東隆島炮台 東隆島炮台是法定的古跡,原名叫佛堂門炮台 上當年清朝為了防禦海道,在1722年建立這個炮台 歷史真的非常悠久 好啊,1980年,並列為法定的古跡 下一站我們就去東隆島的噴水癌 比到白癌,我都走到半死了 所以我都沒有到處走,就坐在山頂上嘻嘻嘻就算了 我的四位好團友,就活力十足了 想在這裏說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蛤,做甚麼 等一下,我不是垃圾桶來的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今次旅行最期待的景點 白癌 由噴水癌到白癌,大約要走個多小時 沿路會有幾個人都問過我 怎去白癌 其實目的地只要找南塘尾的無線電站 中途站你都會見到石刻 其實八崖就在南塘里無線站的附近 或者你找六頸灣這個目的地你都可以到達 弟弟走到好累之際 弟弟,不是石刻,不是220米 我們去六頸灣 1620不是 我一直都在石刻,怎知道原來是 如果有一個徐燕湖躲過來就好了 那你覺得行山還有什麼意義啊? 從小到大都喜歡不勞而獲的我 這次連行山都很想不勞而獲 如果不用撲出任何汗水就可以看到白崖 那你說多好呢? 因為我們要趕四點一班船離開東龍島 所以沿路我們現在繼續向白崖那邊走 如果一會兒有時間再走石刻 白崖這個地方我覺得位置上是有點神秘的 因為白崖的白崖的白崖 你不走下去的崖 根本你是會看不到的 所以你記得認住這個鐵絲網 遠住鐵絲網走 那就會到白崖的了 看一個人的身體語言 你就知道他有多累了 不知你又覺得他的身體語言怎樣呢? 下去白崖的路好像有點伏 有點危險 其實我們不會賺命搏的 最後派出精英分子 落白崖自行拍攝 這個精英分子就是韓柏基 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你放心去探索吧 我會在山頂默默地支持你的 雪白的白崖真是令人自身好像白雪中 如果你穿一件羽絨那麼應景 我相信你是會熱死的 我覺得這裡絕對值得來拍照打卡 不過上落白崖一定要量力而為 小心謹慎 有伯伯 檢查碼頭大約都要走過幾小時 所以大家記得 遇到時間 看船旗 東龍島這個旅程充滿驚喜 浪漫 辛苦和汗水 但能夠趁青春用自己雙腳 踏遍每一個美景 我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 下次你都陪我一起去玩 最大的支持就是訂閱、讚好和留言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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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